你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繼續來看陳柏林 出道演出藍色大門後 打開知名度 後來又以我可能不會按你的大人歌 奠定溫柔深情的角色 而且拿下金鐘最佳男主角 去年鬼扯滿滿的江湖味 很可見她的戲路多變 要破 要破 要破了 不要破 光是這個斑樹 就很累 對啊 在職人帶領下 陳柏林新手流冠亭種樹苗 好守護海岸線生態 再和謝欣穎走入山徑 修復立松溫泉步道 接下真人實境秀節目主持棒 陳柏林邀來好友們 共同深入台灣各地 平時就會下廚的她 也要挑戰野外料理 燉野菜 雞肉料理 牛排 麻婆豆腐 一點川菜 口水雞什麼的 就是你會去 就是最近比較常做這些東西 野外跟在家裡說又不太一樣 野外就是當地食材 然後看有什麼隨機應變 有沒有帥 坐在陳柏林旁邊 還有她這次可愛的主持夥伴 柴犬阿夫利 兄弟倆要一起體驗森林中紮 已探索大自然 陳柏林還笑說論起露營經驗 阿夫利可是算她的前輩 其實她到了森林以後 完全就是這是哪裡 怎麼會有這種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她這樣的開心 不難就是沒有劇本 沒有角色 沒有台詞 所以你需要靠自己 過來 坐好 然後還有她很難控制 所以你需要靠自己 這幾十年來的生命經驗 跟生活經驗來完成能項任務 三十八歲陳柏林樂於各種挑戰 透過實境節目也展現私下樣貌 其實許多人認識她的名字 都是從二十年前 這個青色的男生開始 我覺得張士豪聽見做後期 用對其他社 把藍色大門的張士豪 單純自信與不知所措 生動詮釋 這時的陳柏林才十七歲 因為逛街被發掘 沒想到首部電影作品 就成為人氣王 還在東京影展被譽為 亞洲最有潛質難憂 藍色他們這部作品 不斷的被提起 提起 所以她對於我自己來說 或者是很多人的青春 都是有一席之地 因為大家有很多共感 跟喜歡這部作品 才使得這件事情 變得很偉大這樣子 那我覺得是比較開心的是 自己也曾經在那偉大裡面 當時導演易志妍的一句話 也深深影響日後的陳柏林 我永遠記得她叫我多讀書 可是她所謂的讀書不是上學還是什麼 就真的是 你要準備好自己 因為我以前高中之前 我應該是不看書的 而且我也不看漫畫 我就是 可能我喜歡看電影 紀錄片什麼的 我就是很討厭拿紙 就是很難看 對 然後可能 可是因為她的之後 我所有 我真的看得非常多書 在我20歲到30歲這10年 應該我不知道 應該幾百本一定有 我猜欧揚修好了 大家記得我以前是參加那個百萬小說的 我不是全部過關嗎 就是一個 那一個就是我在無聊在那邊看 欧揚修 然後看到這個 然後這個才讓我答對那一題 養成閱讀習慣還成為日後在抑制節目 第一位也是唯一完全過關 拿下10萬獎金的得主 陳柏林不只外型與內涵兼具 也很有語言天分 不過沒人通在給我服場囉 資深前往海外發展 陳柏林首先參與香港電影 他自我要求不說國語或英文 靠自學精通廣東話 後來前進日本一樣自學日語 還留下在黑暗中等待相遇等代表作 與韓星 孫一貞合作電影 壞蛋必須死 也努力勤戀韓文 去年在鬼扯演出粗幣 滿口髒話的黑警風歌 陳柏林展現滿滿的江湖味 搭配浮誇表情 反差形象顛覆過往 更是他第一次講台語演戲 鬼扯就是台語很多 所以那個其實語言障礙大過於表演 整個氣質也是滿不一樣的 就要調整 由任務來就征服他 持續接受不同角色的考驗 儘管有一張贏在起爆點的臉 陳柏林卻從沒有停下 前進與挑戰的腳步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不去愛你 卻又在某些時刻會突然瓦解 曾經以我可能不會愛你的大人 男生奠定溫柔深情形象 並拿下金鐘獎最佳男主角 陳柏林轉身在新作恐怖喜劇鬼才之道 則要扮鬼搞笑 我們明明就是鬼 為什麼還要扮鬼 你覺得我長這麼帥 嚇得了人嗎 要怎麼樣去 去怎麼樣塑造 然後又嚇得到人 對 好難喔 所以這就是在裡面角色遇到的困境 從男神變過氣難鬼 光是前到影片就讓人眼睛為之已亮 與郭學福合作的心系正義的算法 飾演看前做事 說話毒舌的律師 陳柏林又展現截然不同的一面 開拍之前我們還有去法庭見習 就會看到那些人不是在表演 那些人真的憤怒 真的難過 真的生活有困難之處 你就會看到兩邊那樣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那是很殘酷的 然後我們又不希望太把這些東西很現實 所以就是要把它消化的既有娛樂性 可是又不是那個嚴肅的感覺 對 所以你要在這邊拿捏這個東西 高中就有樂團夢的陳柏林 也展現音樂長才 曾為戲劇插曲作曲演唱 還親自操到電影鬼扯的配樂 他整個旋律要怎麼走 用什麼樂器 然後節奏是怎麼樣 一直要看透那個角色 你才會寫得出來 從拿到劇本開始 構思前置就花了一年 陳柏林笑說 最後看了上百次電影 所有人的台詞都會背了 配合畫面和人物 以及每個角色的情緒才終於完成 演員陸走來轉演20年 陳柏林觸角擴及電影 戲劇 主持還有音樂 馬不停蹄的生活 在面對疫情當下 他也順勢讓自己多挺多看 經過這兩年 你會知道沒有什麼好揮畫 你不可能照著你的方向走 對 然後你只能順勢 在這個時代裡面找到一個最舒服 然後又最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把握好每一個當下 然後每一個決定的工作或事情 就把它做好就好 好好把每件事做好 或許也是陳柏林 能長紅至今的原因 當年在藍色大門 騎著腳踏車的少年 如今成為攻占大小螢幕的多變演員 勇於突破累積書一個個的作品 也堆疊出傳屬陳柏林的精彩珍貴 要有問題 謝謝你 淨 謝謝你 謝謝你